新闻万象关键时刻 绿丰法律集团 邱国正讲你只要过了我就打你 真的要这样打起来吗 包姐我们现在讲一个问题 就是邱国正他说 麦卡锡如果来台湾访问来说的话 可能会比 去年培洛西来台湾访问的时候更加严重 中国会直接突入到我们12海底中 我们越过就会把他打掉 越过就打掉 你看到马祖的情形 你相信他说的话吗 我觉得大家为什么会担心就是 国防部连马祖的补给都补给的话 你说这个话 有人会相信说你国防部真的会敢打吗 你真的能打吗 不要陈出我的好就好了 所以我就觉得他这个说法 好我们现在讲 不论他这个说法对不对 但是目前为止来说 的确美中台的关系 真的在升高这个紧张局势 为什么 原本麦卡锡 他去年当选的时候就说 我一定要来台湾访问 结果问题是 他原本的似乎是 原本准备4月到5月来 但是根据金融时报最新 在3月6号的报道说 我们蔡英文总统已经说服了麦卡锡 蔡英文说服麦卡锡 你先不要来 你先不要来台湾 我先去美国 因为他4月初会到 中南美洲友邦去访问的时候 他会过境到美国 纽约跟加州 那他会到加州的时候 因为他要到加州的 雷根图书馆发表演说 那我们在这个加州 这个地方互相碰面就好 这样一个状况 好那于是呢 到底这个有没有是真的呢 于是他们去访问这个 问这个麦卡锡 麦卡锡 麦卡锡办公室说 我们不予置评 但是呢 问这个雷根总统的基金会就说 没有错 我们已经邀请了蔡总统 到加州来演讲了 现在台湾的总统 从来没有在美国发表公开演说过 对 所以就知道 市长这个到底 比李登威回到了他的母校 还更严重 所以这是到底麦卡锡 来台湾访问比较严重呢 还是蔡总统到这个加州呢 雷根图书馆里面去演讲 比较严重呢 现在就是这个其实 紧张的局势正在升高之中 所以不可以讲 都在升高 对 那为什么都在升高 我觉得目前为止来说 美国也是似乎他意识到这一点 美国的这个奥斯丁的国防部长 他发给了一个军队的讯息 全军的这个讯息 他说你看 咄咄逼人的中国试图改变 基于游戏规则的国际体系 以适应其独裁体制的这个偏好 这是一代人的挑战 所以他说中国是带来步步进逼的这个挑战 所以他现在全军都要开始 他说美方将依据台湾关系法 提供台湾的这个智慧能力 还有美国针对核三位一体 然后什么陆基 还有海基 空基的这个 这个核打击能力 太空 讲得非常多 所以你看他讲的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是 他要提供给台湾的智慧能力 所以他把台湾特别点出来 还有中国这样子的两个这个地位 不是 他讲得更清楚是 现在美军的唯一敌人 就是中国 对 那台美中美之间最有可能爆发问题 就是在台湾 所以你知道 实际上他要提供给台湾的智慧能力 所以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 比如说包括我们陆军的542旅 还有333旅 他准备要到美国去受训嘛 另外一个我们接收武器的种子教官 也要到美国去训练嘛 包括我们县指部三月份来说 也会去美国考察所谓的雷射炮 雷射炮 对那甚至 对付无人机的雷射炮 对 那甚至是邱国振来 这几天接受这个资讯 他有说到 美军是不是会带这个东亚 这个储备弹药的这个会改到台湾 事实上他还说 没有错 现在正在商谈中 所以你看事实上美国现在 真的要提高对台湾的这个 智慧的能力的提升 无点是我觉得 我们的后勤的能力 可能要先加速把它提升起来 所以美军现在在概念上 在整个态度上 还有我在演练上 对 全部都针对中国了 你看人家美国是很严肃在面对 可是我们国军有点 嬉皮笑脸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反差 你看美国多认真 美国这几天的时候他们在经 我们昨天讲到 他们现在第三的这个 濱海作战团在加州进行一个演练 在加州演练 我昨天讲到 他们是这个演练的时候 最后的过程是怎样 最后是这个第三这个编 这个编导最后的 是显胜了这个第七团 第七团是原地的这个军队 他们好不容易打胜 打胜是无所不用其极 应用各种方法 还包括出动了这个F35的飞机 还有无人机各式各样的 这个包我们最近讲到 游荡飞弹等等 才能够压制住 还有无人机的使用才能够压制住 所以美军在这一次的演练里面 他们演练得非常多 然后他们把这一次演练的结果之后呢 他们准备这个冰海作战团 准备未来几个月会加 会比平坦的训练幅度 增加四到五个月 而且接下来下个月要到菲律宾去训练 有一个实力训练 不再训练 对那训练之后呢 他可能会啊 因为2025年的时候 有另外一个这个冰海作战团 在冲绳会成立 他们要等于手把手 又要把这些战略教授 战略的方法 要交给这个冲绳的部队 美军的演训已经非常硬了 已经非常的辛苦了 其实我现在这个冰海作战团 还比一般步兵作战团 演训的强度高四到五倍 对而且他们这一次的 这个训练里面来说的话 他们有测试一些相关的设备 美军的先人设备 因为为什么 他们这我们就讲 因为他们发现到说 在中国他们的设定 我觉得他们设定非常细 他们要配备的是 以前美军三星上将 才能够用的通讯设备 直接跟卫星连线 他不能够让人家 抓到他的任何的讯息 加密的 对加密 而且是经过美国特殊的这个规格 所以美国是很认真 而且他们是真的演练实战操演 这个叫做捉迷场 一打到这个不记得人的 再叫做歼灭对方的 这种实战的操演 你说他们会没有饭吃吗 当然不会嘛 他们都一定做完全的准备嘛 我觉得这个后勤补给 只是其中的一环 台湾现在的马防部 完全不管前线官民 你有没有肉可以吃 你有没有菜可以吃 反正你有罐头 你有泡面吃就好了 人家美军 是全面玩真的 对他们是真的认真在打 那你知道事实上 现在中国跟美国打 真的这样 你看这两天的时候 习近平 我跟你讲习近平也是公开 我觉得他也有点 真的对美国真的很不客气 他在两会的讲话里面 他讲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对我实施的全方位的二字唯独 打压给我国发展 带来前所未见的延续挑战 他过去从来没有提过美国 这两个字唷 他事实上现在 第一次点名 真的点名批判美国 那但是这是在国内 他的英文稿里面没有这些 没有美国这个字 他只是说 英文稿没有 对面对国际的还有内部的 诸多的这个压力 但你看事实上他讲这样的话 美国还是继续制裁他 美国你看针对华大基因 浪潮科技 龙兴中科 这些就是也是取代intel的这个 这个中国的这个CPU 他也是进行制裁啊 所以我觉得中美之间 现在的紧张局势 当然年代的 会使得台湾的 会被卷入这种紧张的气氛之中 好所以董事长 你想说到了四月份 那是美中台三方教廷的高峰 就在这个大戏上演 休谈要到了我们的蔡总统 要去美国的时候 你马防部跟我不进出的 马防部表现就是窝囊嘛 就是台湾的国军打不了仗 那这个已经丢脸丢到家了 最从历来的国防部长 最丢脸的就是邱国正 邱国正还在立法院讲过说 我们能够撑几个礼拜 这个简直没有出席到几点 你知道吧 现在我现在 这个国军已经完蛋了 以后再讲 现在更严重的是 今天这个很消息 这个 金融时报 英国金融时报 这个新闻里面的 这个含量非常 非常有意义 我们可以来解读一下 你不要吓我 我现在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当时在去年九月份 王帝宇送了邀请函给这个麦卡锡 邀请他到台湾来 对 台湾有邀请他 那这个邀请函是什么邀请函 是立法院的邀请函 还是王靖宇私人去邀请 我搞不清楚 你记不记得那时候 佩洛西要来台湾的时候 拿不到台湾邀请函 对 所以台湾的邀请函是一个关键 麦卡锡是哪一党的 共和党 共和党 现在共和党要跟民主党要干嘛 对不对 那白宫是哪一个党 是民主党 所以一定是白宫告诉台湾说 你这个邀请函不能发 这不能发 我问你一个第二个问题 我问你啊 麦卡锡要到台湾来 他的目的是要见蔡英文总统 还是要挑衅中国 挑衅中国 好 那现在他目的是挑衅中国 现在变成加州见蔡英文 这个是什么名堂 这什么名堂 那加州见蔡英文 中国会紧张吗 会甩吗 麦卡锡在加州见蔡英文 莫名其妙一个事情 可是蔡英文到了加州 蔡英文到加州是什么奇奇怪 而且公开演说 我现在问你 他要麦卡锡在他明年要选举 他当强势的议长 他到台湾来跟习近平干 全世界媒体报导 这个时候他大牌大倍 我在风风火火之中 中国的威胁之下 降落在松山机场 才能够吃到新闻 对不对 他到了加州见蔡英文 那个国际新闻会报吗 不会 所以说麦卡锡一定是想来不能来 被戳掉了 被戳原子汤戳掉了 我把那个英文金融时报 原文念给你听 他讲的是台湾的官员 告诉麦卡锡的团队 什么团队呢 说习近平的情况 现在不是很好 就是意思就是 他原文我念给你听 他说not in good situation right now 不是在非常好 目前不是在非常好的状态 什么意思 他打你 他说再念一遍 not in good situation right now 这是金融时报的原文 这是谁跟谁讲的 是台湾的官员告诉麦卡锡 恐吓你 真的会打 你不要来 拿邱国正讲他会进十二海里 那是邱国正讲 邱国正放狗屁 没有信用可言 也不要谈他了吧 就不值得一提 现在关键是台湾的官员 去告诉麦卡锡说 习近平 中国共产党 就是Chinese Communist Party 中国共产党现在的情况 不好 不是很好 但是后面的话 什么话我不知道 那一定是恐吓麦卡锡 如果你来的话 情况比佩洛西更严重 那就是要打嘛 那麦卡锡一听都没话讲 那麦卡锡真的会那么想 跟蔡英文见面吗 蔡英文是什么样的 是一个要下台的总统 如果我是白宫的话 你知道吗 现在连共产党都蔡英文都没兴趣 真的假的 关注在赖清德嘛 关注在侯友宜 谁是coming president 明日之星是谁 谁管你要卸任总统 讲得很大尾 24海里12海里 因为不会来的嘛 不会来就不会打了嘛 那四月份去了什么意义 他去了目的 你看他原文怎么讲的 他到中南美洲去参访 顺便到加州嘛 这个哪里有超过李登辉 没有吧 李登辉是专程访问 李登辉为什么要搞定 非但试射 就是李登辉是用总统身份 接受美国人邀访 直接到美国本土耶 那开玩笑啊 那等于是主权承认耶 这个是你by pass 你是路过经过加油一下 跟在路上溜达 那是至于世界的这种 航空公约的规定 他都可以找到一个 路向可以去跑跑 所以你刚刚讲的李登辉跟蔡英文 是天差地的规格 那这个东西就是蔡英文 帮助美国解决了麦卡锡的问题 这有没有代表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很简单 老美跟老共一定有交易嘛 他们交换到新的东西嘛 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很可能就是买美金 你看看叶伦要去北京了 有花样在后面 好 瑞德 现在中国真的 他在一个不好的一个状况下 俩曼正的关系有那么紧张 而且紧张到 现在东亚的戴要户要放在台湾了 那么台湾的这个国防部长邱国正呢 那么他直接讲啊 台美双方正在洽谈 还在研议 不会照单全收 他在这样讲 意外的证实一件事 我们跟美国正在谈啊 你知道吗 我们跟美国正在谈 是不是把相关弹药在台湾 那么碳样库呢 事先放好嘛 那么当然我们 当然不会照单全收 为什么呢 我们会希望我们要的 然后呢 美国人又可以用的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不要忘记哦 美国国防授权法里面有规定 危急状况下就可以这样干 那请问什么叫危急状况 危急状况是谁来定 还有一件事 那么把这些弹药放到台湾 一定是台湾跟美国可以一起用的嘛 一起用 请问一下 为什么 什么叫一起用 各位不要小看那个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冰海战斗团 为什么 为什么很多人问说 为什么只有2000人 这2000人里面有什么东西 这2000人里面有海马斯的这个火箭弹 这2000人里面有F35的引擎战机 这2000人里面呢 有无人的飞弹发射车 所以这2000人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那个等于说先进的武器 你以为只有2000人吗 不是是他后面的庞大武器嘛 而最主要的是 请问一下 我们台湾除了这个等于说 熊二熊三这些飞弹啊 然后之外呢 还有熊身飞弹之外 我们绝大部分的武器 都跟美国人买的嘛 所以呢 美国的部队空手来 再带把枪空手来过来 马上也可以用嘛 这才是把弹药放在台湾最主要的原因嘛 那为什么会要把在台湾放呢 虽然邱国正说还没有放 还没有放 还在谈等等啊 事实上我问各位嘛 上个礼拜美国突然间 说要军售台湾 AIM12栋D200枚 那么F16空对空的飞弹 还有那个已经创下 我们台湾空对空飞弹射程最远超过160公里 还有AGN88 事实上讲是讲B 其实是AGN88F嘛 180公里 也是创下这个相关的反复射程最远嘛 我为什么 我问你为什么 AGN88F100枚 然后呢 AIM12栋D200枚 各位 突然间是加授给你的 这就是一种囤积飞弹的概念嘛 你知道吗 这就是囤积飞弹的概念 放在这里 不是 我告诉各位 你现在不要把那个囤积弹药想成是炮弹啊 那个等于说子弹啊 不是 现在是飞弹火箭弹炮弹 包括子弹 全部都一体到位 而且要增加很多的量 现在正在盘点全台湾 几十个这个等于说弹药库嘛 包括弹药库 包括飞弹的发射库 全部现在我们都在动嘛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很简单 因为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拜托喔 乌克兰跟俄罗斯 双方一天打掉 打掉上万枚几千枚的这个炮弹嘛 你知道那个155榴弹炮 消耗量有多大 美军把在以色列的弹药库 都挪过来 给这个乌克兰战场使用了嘛 那就意外提醒一件事 请问如果中共 我今天中共要来打你 对不对喔 我的山东浩辽宁浩福建 把你北东南 三个地方被包起来 不让这个外国人来救的话 那你炮弹如何 炮弹飞弹火箭弹如何进来 先放这里 所以其实现在我们正悄悄进行一个计划 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什么意思呢 各位你知道吗 我们的雷霆2000 本来要增程到100公里嘛 很可能这个增程到100公里 会停载增程70公里 为什么 因为增程到100公里这个计划 会不会我们又加买海马斯的火箭弹 现在300公里射程的海马斯火箭弹是80几枚 然后70公里的海马斯火箭弹是842枚 我们可能也会增加这些所谓 海马斯火箭弹的量 为什么 因为在乌克兰战场里面告诉你 这太好用了 所以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放在 告诉各位 台湾最主要存的是什么 飞弹火箭弹炮弹子弹四弹 四弹全部放够了 其实不用美国人卖我们 我们自己 今年比去年的炮弹 跟相关的这个火箭弹 飞弹的存量 就整整多了四倍 所以你说台湾不会成为 亚洲最大的弹药库吗